俄乌战争打到现在 在今天有一个重要的发展 那么就是瓦格纳已经叛变了 那俄罗斯总统普丁 他也开了记者会 我们先带大家一块来关注 俄罗斯佣兵组织瓦格纳集团 居然闹叛变 首脑普利格金现身 俄罗斯南部罗斯托夫的军区总部 可以看到佣兵们鹤枪使弹 在空档的街头行走 各种军事装备不满路口 当地的民众看到突然变天 简直不敢置信 普利格金宣称 城内所有的军事基地 还有一座机场 都已经在瓦格纳的控制之下 准备和俄罗斯政府军对战 并且会长驱直入 消灭任何党路的人 瓦格纳集团指控 旗下的佣兵遭到正规军 发射飞弹攻击 造成大量的伤亡 忍不下这口气 要推翻军事高层 对于这项惊人的发展 俄罗斯总统普丁对 全国发表演说 直指普利格金的行为 是武装叛变 而为了阴影可能的军事冲突 莫斯科从周五晚间起 就提高安全警戒 可以看到坦克通过红场 以及俄罗斯议会大厦 各地街头也出现军车 并且实施反恐错 失限制网路使用 气氛是剑拔弩张 周六更传出通往莫斯科的公路 已经封锁 似乎在严防兵变的部队杀入首都 美方也在密切监控情势 普丁万万没有想到 他最信任的佣兵 现在成了他最恐怖的敌人 记者综合报道 好 这个问题我想请教一下杨明哥 这是不是这个普丁面临俄乌战争 以来最为重大的一次危机 其实像这个瓦格纳这个集团 他们之前就不断地 跟俄罗斯的这个军方的高层 有一些摩擦 包括是指控他们 对相关的一些什么弹药 什么资源没有去运补等等的 就有一些摩擦了 那这一次会搞到要直接宣布叛变 然后是往回打 往俄罗斯本土去进攻 其实这个是对俄罗斯 确实是一个非常不利的讯息 因为再怎么样 就算俄罗斯把这个内乱米平了 那当初这个瓦格纳集团 在这个乌克兰 尤其是这个打了很辛苦的 这场战役 那个叫什么 巴赫姆特 这个战役 其实你变成说乌克兰等于是反而是轻松了 然后现在乌克兰反攻的时间 在这个时间点上面 你俄罗斯 碰到这个trouble 你总是要把军队 把你的这个军事力量 用在对付这个瓦格纳集团上面 那对于俄罗斯当然会有一定程度的冲击 尤其你看现在整个普丁刚刚都讲了 他是说用所谓的反恐的行动 来去因应这一次的整个内战 那当然我现在看起来 包括比如说像车臣 或是说这个有一些这个邻国 其实都已经表态要支持俄罗斯 那后续会用什么样的方式 把这个战乱给他米平 我看到网路上有一些新闻说 俄罗斯空军已经去轰炸 瓦格纳的这些部队了 所以当然俄罗斯 如果今天以这个空优来讲的话 瓦格纳军团是得不到这个 占不到便宜的啦 他们可能就只有陆军而已 那但是在这一次的这个内耗里面 对俄罗斯下 接下来在打 跟乌克兰的这个僵持对峙上面 比如说乌克兰会不会趁这一波 把这个被俄罗斯的占领区 全面的进行一波反攻 我觉得都会值得这几天来好好观察 因为这个这个叛变才刚开始发生 所以我相信普丁会那么急着 要赶快开一个这个电视转播的 这样的一个记者会的用意 一定就是要先安定民心 我看到一些网路的新闻的报道 就是说这个瓦格纳集团部队所到之处 俄罗斯的部队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反抗 也许这是这个欧美的认知作战 或是怎么样的消息我不知道 但是因为我们不在现场 但是确实你看就有一些新闻流出来 什么瓦格纳集团的这个士兵 还去什么店里面买咖啡 然后呢什么好像一副很惬意那种感觉 当然我觉得这个都还要继续来观察 到底这一波这个真的 他们有办法打回俄罗这个莫斯科吗 这个是一个很关键 就是如果瓦格纳真的有办法一路这样子 往俄罗斯的本土里面去打 那真的对俄罗斯会是一个威胁 当然我认为他不至于造成致命性的 但是会对俄罗斯对跟这个乌克兰作战之间的 这个军力造成耗损 那对乌克兰来讲是个好消息 所以这个泽伦斯基马上也在这个推特 在他脸书都发文了 说这个荣耀要归于乌克兰 他们现在感觉是很开心的 这个毕竟你们自己人打起来了 那当然我觉得普丁现在一定第一步 他应该也没有想到 过去这个瓦格纳集团的领袖 这位普利格金 他以前是被称为普丁的大厨 没想到现在要来料理普丁 这个实在是很难想象 好那将军怎么看 我觉得这次其实不会弄太久了 因为第一个这个瓦格纳军团 本来就是拿钱打仗的雇佣军 他没有受国际法的保护 那没有人给他钱他打什么 对不对 没有人给他武器 没有人给他弹药 也没有人给他钱 你认为这种部队能打仗吗 他没有中心思想的部队 其实打不了多久 第二个我觉得 这个普丁还是老狐狸 你不要看 普丁前一天已经先去轰炸他了 他说自己省事惨重 可见普丁早就知道说 这支部队不可靠 要先下手为强 所以普丁已经先下手为强了 他战地已经被 搞不好被普丁干掉一半 他剩下没多少人 后续又没有钱又没有那个 那些本来就是囚犯 那种亡命之图 你说他可能没有钱状况是这样 他可能去打 第三个我的感想 我觉得我们中国人还是很有智慧的 你看赵匡运 杯酒士兵权 对不对 这个功高震主 这个东西是免不了的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说你这个 就没有那种警觉 功高你不要去震主 你不要去跟这个国防部长或谁 让他们觉得说你将来是不是想要来 这个想要当国防部长 甚至想要取代普京的位置 那普京跟国防部长 他们已经连锁起来先把你干掉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很快 就会 除非说是背后有美国支持 那就另当别论 搞不好美国给他钱说你继续去打 乌克兰给他钱 对不对 你继续打 有可能继续弄下去 不然的话 我觉得这个很快可以弥平 但是对俄乌战争来讲的话 俄国的俄罗斯现在来讲的话 多多少少整个战局会受到影响 那是免不了的 还有一个部分想要来跟大家讨论 就是这个问题我想问一下 这个蔡委员 大家都知道莫迪 最近到美国去访问 有受到很高规格的接待 但是现在有很多评论都指出说 你不要傻了 美国你不要太天真好了 这个亲爱的美国朋友 印度永远不会成为你们的盟友 这个部分你们怎么样看 印度是非常会做买卖的 对 拜登当然希望说 他能够把他印度拉拢过来 走上反中跟反俄的道路 作为美国坚实的盟友 在印度洋上面前置这个中国 然后在这个中国的边界上 给中国添麻烦 甚至于印度还能够配合 美国的所谓的court 在太平洋里面 或者至少在南海 帮这个美国敲锣打鼓 是美国要的 莫迪也好 或者任何印度领导人也好 一定是什么 论金计价 你到底给我什么 你目前美国 在给我一个国事访问 我就要去你卖命 然后以前印度从跟俄罗斯合作 得到多少好处 他怎么可能为了这一点事情 就投到你怀抱里面 去跟俄罗斯翻脸 那不可能的事情 我先赶紧 在这个月下 онд队 每次终 works 那这个月下 在这个月下 都给我 几个月下 我胡来 我都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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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月下 我都给你 一点